好,在前面的大概有十几课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将CED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用法呢 已经完全讲过了 从第一节课我们的软件的介绍 包括到后面我们的绘图工具栏 修改工具栏 我们都已经还有我们的标注图层这一些呢 我们都已经把它讲的差不多了 好,在这边呢 我们的笔记当中呢 写的也是比较的详细的 所以有的同学如果怕忘掉的话 可以呢在我们侯次.com当中 把这个笔记呢把它下载下来 平时呢你们可以多去观察观察看一看 好,然后呢在我们的这节课当中 我们会讲到几个代表性的机械上的一些实力 来通过这些实力 我们对大家的这些软件 包括我们图形的一些绘制方法 我们来讲一些介绍 好,首先呢我们打开了一张这样的一个图 这是我们机械上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垫片 好,对于这个图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看上去好像还是比较的简单的 但是拿到这个图之后 我们先不要着急开始从什么地方绘制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基本上用到了哪些工具 或者用到哪一些绘制的方法 好,首先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出现的呢 都是圆或者是圆弧 好,讲到圆或者圆弧 我们应该想到圆或者圆弧当中的几种绘制的方法 还有一些就是直线和一些有关标注的方法 好,在这边的图层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所以呢在这边 我呢图层在这边已经新建好了 我用到了几个图层我在这边已经有了 所以呢我就不去新建了 所以大家在自己绘制的时候 希望大家先把图层给新建好 然后呢再来进行一个绘制 好的,讲到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的具体 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绘制 好,在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有一个外边框 然后有一个内部对象 我们到底从外部开始呢 还是从内部开始呢 这个时候你要观察你的外部的一些对象 能不能够完全将它绘制出来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条线的话 它没有告诉我具体的一个角度或者什么内容的 但是呢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部对象绘制好了 之后把它偏移出去 所以呢在这边我可以直接从内部对象开始绘制 好,在绘制之前呢 我直接在这边绘制一个圆出来 把这个圆绘制出来 好,这个圆的大小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这边好,我选择的就是我的零图层 我用零图层来绘制 好,零图层在这边呢 首先有一个圆半径式八个单位 好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是从我的圆心过来了16个单位 好,从圆心位置 拉出来16个单位 好,16个单位之后呢 然后它的长度是48 所以一边呢也就是24 我就往上方绘制一个24的大小 24的大小 来看一下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到这边圆心 这边的圆心 好,有一个半径是40和一个半径是50的一个圆心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圆心的位置呢 从这个点过来了大概我们看一下 111,24,16一减的话应该是70个单位 好,70从这个点过来70 好,画一条线出来 好,为什么这么画呢? 因为我们看到上下两方是不是完全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果啊 好,既然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效果的话 完全可以只绘制一半 然后呢最后我用镜像工具把它镜像过来 对不对 好,在这边呢一个半径是40 好,直接用快捷键呢 40的一个半径 和一个半径为50 好,50这条线呢我就不用了 把它删掉就OK了 好,在这边我们怎么来绘制这个地方呢 好,这条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呢完全和这条这个圆保持相切 然后到这个点上 好,在这边相切的话 我到对象捕捉当中 对象捕捉设置当中 我打开这个叫做切点的 我打开切点 好,切点打开之后 在这边我们看到切点是不是找不到啊 找不到这个切点 这个切点应该怎么用呢 我们把这边全部都清除 只开一个切点跟端点 其他的都关掉 因为开的太多的话 会影响到你切点的捕捉 好,我们看到这样子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我们再将这边对象捕捉当中的一些需要的点呢 再将它打开就可以了 好的 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半径是8 所以呢选择圆角工具 半径呢是8个单位 好,一条线,两条线 这边呢就完全的出来了 明白了没有 好,出来了 捕捉到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这边的镜向下来 MI 把这边两个对象 还有这条线呢 镜向到下面来 好,镜向到下面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修剪一下中间的这个对象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出来了之后 出来了之后 怎么办呢 上面这条线是偏移上去了12个单位 所以呢我用偏移工具 哦,快捷键 哦,快捷键 好,12的距离 把它偏移上去 好,偏移上去之后呢 我们来绘制这两个圆 这两个圆 这两个圆应该怎么绘制呢 好,这边是110 所以呢就是55的距离 所以呢我绘制用圆工具 好,圆形的位置往上多少呢 55 好,绘制出一个圆 半径是多少呢 半径可以在这边可以观察到 4乘以512 也就有4个直径是12 也就半径是6的一个圆 然后呢 还有了一个外面这个大小 半径是12 所以呢也把它绘制出来 好,放在中间 半径是12 好,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看到这边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圆角的 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呢 我可以通过圆角 或者相切 相切半径来绘制出来 好,快捷键的C 相切相切半径 相切切点位置 在这边 在这边半径是12 好,出来了之后呢 把该修剪的一些对象呢 把它修剪一下 修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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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然呢 这边还是同样有一个半径是12 我们直接用圆角 半径12 把它也绘制出来 好,那看一下 是不是也出来了 明白了吗 好,通过这种方法 然后呢 这边绘制的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这个地方 好,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绘制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过来了24个距离值 24 好,用直线来找一下 从这个圆心往左边 24个距离值 然后呢 往上多少呢 80 也就是40的距离值 对的吧 40 好,同样的绘制方法 这边一个圆 半径是6 一个半径是12 对不对 好,然后呢 做出来之后 这边呢 有一个圆角 好,F 圆角的快捷键是F 半径12 这个圆和这条线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明白了吗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把它绘制出来 好,绘制出来之后 这边呢 有一个半径是45 大家可以想想用什么方法 好,在这边 我们先将可以镜像的工具呢 把它完全的镜像好 或者说把该做的内容 都把它先做出来 然后再去做我们想要的内容 好的 这一半绘制好了 把它镜像下来 MI 好,这边可以镜像的呢 都把它选中 选中 选中 好,镜像的第一个点 镜像的第二个点 好,镜像好了 修剪一下 剪掉 剪掉 好,中间的这个呢 我们把它删掉 删掉了之后 这边还有一个圆 这个圆怎么绘制呢 我们可以使用相切 相切半径 好,来看出看一下 能看明白了吧 好,快捷键是C 有机 相切 相切半径 切点的位置 切点的位置 半径45 好,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修剪一下 修剪一下 好,这边呢 也剪掉 这边呢 也剪掉 好,OK 这个图像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在出来之后 我们的对象当中必须有一个中心线 必须有一个中心线 这个中心线在基线上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它是一个对称的图形 表示它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在这边我选择中心线 好,然后呢 直线L 好,从圆心 我往外面拖一点长度 好,这么长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OK了 这个图形 当然还有一些有关于标注的这个内容 这个呢比较的简单 在这边我就多讲一点实力 这个简单的内容呢 我就不去绘制了 大家能明白这个图吗 好,我们这个图呢 大家等一下看了视频之后 在我们的作业当中 机械类图纸当中 都可以找到这一张图 大家自己去绘制一下 好,这是第一个图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形 好,第二个图形呢 是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呢 它也是一张机械上的一个图形 好,我们看到 也是跟圆有一定的关系 跟圆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绘制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些 它的相关性的内容 好,这个图呢 拿到之后 还是同样的方法 先观察一下 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绘制 好,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圆 这边都是圆 我从哪边呢 好,我就从这个大圆开始 可以的吧 好,从这个大圆 大圆多少呢 直径是21 好,绘制出来 用我们的零图层 选一下一个圆工具 直径21 21除一个2 绘制出来中间这一个 好,然后这条线 这条线也是一个圆 半径是17 我也把它绘制出来 圆心 半径是17 好,这条线 怎么绘制呢 和刚才是差不多的 首先把上面的两个绘制出来 好,31的地方 31 所以呢 直接画一个圆 上去31 好,31 半径是3 还有一个半径是8 好,然后呢 这边一条线 当然可刚才一样 到对象捕捉当中 把刚才的一些点呢 先全部清除 只选择切点 然后通过切点 两个连出来 好,有的人说 那这样点一下切点的位置 对不对 好,这个切点呢 它会自动帮我们来匹配 它的具体位置 这一点大家放心 好,这个也就是切点的一种用法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好的 绘制到这边 我们再来往下方绘制 往下方绘制的话 好,这边有一个半径是6 我们可以想象到 它应该肯定是相切 相切半径的绘制方法 但是下面都少了一个圆 所以我们要把下面的这个圆先绘制出来 好,怎么来绘制呢 我们看到这边呢 有一条线 这边呢 也有一条线 这边呢 也有一条线 好,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线条的大小 也就是说这个半径33 好,从这个圆心的位置上 做一个半径33的一个圆出来 好,中间的这条线 中间的这条线啊 也就是一条垂直线 所以呢 从圆心的位置上 做一条垂直线下来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角度是30的一条线 好,这一条线也把它做出来 角度30 直接切换到角度 切换到角度 这个角度呢 应该是负的60 负的60 好,长度呢 大概这么长就足够了 好,找到了两个点的一个位置了 那我们把这里面的一些圆都把它汇集出来吧 好,一个圆心在这里 半径是六个均离值 半径是六个均离值 好,一个半径 圆心在这边呢 半径依然也是六个均离值 好,然后呢 这边有两个圆 这两个圆的半径 这边已经写了 是12的大小 好,也把它汇集出来 12 这边呢 也是一样 12 好 汇集好了之后呢 这边中间有两个这个对象 一个是55 还有一个呢 一个是五 两个都是54的大小 好 这个呢 先不着急把它汇集出来 因为呢 这边两个圆 我们先把它汇集好 把它修剪掉了再说 好 中间的这个圆半径是六 半径是六 好 在这边这些图形已经有点复杂了 看上去已经有点凌乱了 我们把该修剪的修剪一下 要不然我们汇头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 好 把它稍微的修剪一下 好 这样看上去清楚一点 然后呢 把这边的一个六汇集出来 同样相切相切半径的汇集方法 好 是哪两个对象呢 这个和这个半径是六 确定 好 出来了 直接修剪 修剪掉 好 这边一个对象 半径是81 半径是81 同样的汇集方法 依然是相切相切半径 好 切点的位置 切点的位置 半径的81 好 汇集好 剪掉 好 剪掉之后 里面的这些剪掉吧 剪掉 剪掉 好 这一半呢 基本上就快出来了 好 这一半出来了之后呢 还有就是到了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应该怎么绘制呢 首先我们这边绘制的话 好 这边有一个半径是13 半径是13 我们看到这个半径13和这个半径是6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吧 我们应该先将这边的一个绘制出来 因为呢它少了一个相切的对象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绘制它 好 首先呢 把这边绘制出来 怎么绘制 好 这边一个半径是3 来找一下这个半径是3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找一找 看一看 好 从这个圆下来一个19 从这个圆心下来一个19 好 19 然后呢 再往这边26 好 找到了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之后把它画出来 半径是3 好 然后呢 接着来 过来7个距离值 长度是13 好的 过来7个距离值 长度13的话 一边就是6.5 这边呢 也来一个6.5 6.5 好 这个13的距离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拉一条水平线过来 拉一条水平线 这边的两个半径是8 好 相切 相切 8个 修剪一下 好的 然后呢 这边一个角度是85的话 好 角度85我们来绘制一下 直接正交关掉 角度 切换的角度上面85 85就90 175 负的175度 好 这个长度 比如说这么长 画出来在这边 然后呢 这边一个相切 相切半径 相切 相切 半径 切点 切点 半径是13 好 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稍微的修剪一下 剪掉 都把多余的对象呢 把它全部都修剪掉 好 修剪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再把中间的这两点完成 是不是这个图机板就出来了 好 两个半径都是54 好 用原工具 相切 相切半径 切点 切点 54的距离 好 同样的下方也是一样 切点 切点 54 好 修剪吧 剪掉 剪掉 剪掉它 剪掉它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图就已经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的边框的这些线条呢 都转化成粗线 好 选中这些线条 选中它 把它改成粗线 改成粗线之后 我们看到 这个图 好 还有这两条线 我们把它删掉 删掉 这个图呢 就已经绘制好了 能不能听明白 好 这个图呢 可能稍微比刚才一个图呢 要稍微的难一点 稍微的难一点 只要大家明白一点 理清思路 理清思路 然后呢 把它着个的绘制出来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 好 这是第二张图形 我们再来看第三张图形 好 第三张图呢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张机械制图的一方面的内容 好 在这张图当中 首先呢 我们必须得了解一个有关三式图的一个概念 三式图 好 三式图呢 也讲简单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三个视角当中来观察出这一个对方 从三个视角 好 既然是从三个视角的话 我们都知道 第一张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主视图 也就是说 我站在正面去观察 第二张呢 是左视图 从左边观察对象 而第三张为辅视图 也就是说 我从上往下观察 而在我们这张图当中 主视图和左视图呢 它都是将对象剖开来 也就是一切两半来观察我们的对象的 也就切成两半来进行观察 所以呢 在这边 虽然我们的三式图呢 看上去呢 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它依然是属于三式图的一个种类 好 在三式图当中 它还有一张是我们的大样图 也就是说 把局部放大了观察的这一张 还有一张呢 是我的一个侧面的图 一个属于侧面的图 因为它已经把左视这张图已经切开来看了 所以呢 它还有这个左边的一个界面 也就是这边的一个面 看到吧 这边的一个面的一个形状 好 在这边呢 我们要把它简单的绘制出来 简单的绘制出来 好 如何来绘制呢 我们首先找到一张图 好 找哪一张呢 我们直接从最底下这一张开始 好 在绘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三式图呢 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视图当中 它们的长宽高都是对齐的 并且都是相等的 这一点大家请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绘制一下 从这张图开始 好 首先呢 有一个大圆 半径是80 也就直径是60 160 好 在这边绘制一个半径 是80的一个圆 好 半径是80 在这边我先用我们的细线啊 出现看上去呢 有点太粗了 好 可能绘制的时候呢 有点不方便 所以呢 我先改成细线 好 把它绘制出来 绘制出一个 然后呢 这边有四个圆 四个圆 好 当然这四个圆呢 肯定是完全对称的对象 所以呢 我从45度的方向上做出来 直接切换到角度45度 好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半径有多大来找一下 一个半径是20 一个半径是20最大的这个圆 好 绘制出来 对象捕捉 设置一个焦点 焦点已经设置了 半径是20 好 这边只告诉你半径20 里面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你可以在什么地方观察呢 你到这边来 是不是有一个4-30和4-5-15 也就是这边有四个这样的圆 好 所以一个就是半径15 一个半径7.5 所以这个观察 大家一定要会观察 一个半径是15 一个半径是7.5 好 画好了 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正列 用正列工具把它正列出来 好 正列快捷键呢 是AR 好 环形正列 来选择对象 选一下 选一下 好 正列的中心点 我们的圆心 正列几个 正列四个 好 先预览看一下 好 正确正确的点击接受 这个对象呢 就出来了 好 把这个对象删一下 好 然后把该修剪的地方呢 我们来修剪修剪 好 修剪一下 也就是说 把最外面的这个减掉 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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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减掉了之后 这边呢 有一个圆角 圆角半径是5 所以呢 我在这边 F 右肌 圆角半径 5个大小 好 然后呢 我再来选一个多个 进行多次圆角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 都把它圆角圆出来 好 圆角圆好了之后 把该修剪的内容 我们把它再来修剪一次 好 修剪好了 修剪好了呢 我们来看中间的这个对象 好 中间的这个对象宽度有多宽呢 好 中间的这个对象宽度有多宽 我们来看一下 到这边 它的左四图当中 是不是可以看到 宽度是60 宽度是60 所以呢 我可以从它的正中间 做一条线出来 分别往左右两侧 偏移30的距离值 也就是正好为60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连接出来一条线 连接出来一条线 好 为什么可以直接这么连呢 因为在这边的 它的宽度是正好和它一样宽的 这边可以看出来 正好是160 也就是正好是它的直径 我把直径分别往两侧 偏移一个30的距离值 什么就正好 对的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删掉了 修剪一下吧 不要影响到我们就OK了 好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中间的一部分 中间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来观察呢 它没有对我们进行标注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看出来 在这边来观察 好 在这边观察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的 好 这个地方的倒角 是5乘45度 5乘45的一个倒角 好 然后呢 其他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 好 中间的这一段距离是80 中间的这一段距离80 好 这两条线应该有多宽呢 它分别都是通过这个5乘45的一个倒角 来做出来的 好 我们呢 然后从这边 也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终点 往上欧偏移 一个40的距离值 它不是80的吗 还记得吧 这边是80 好 往上偏移一个40 把它偏移出来 也就是我要做一个倒角呢 是从这边出来的 好 看到吧 从这边往下做出来的 往下做出来 4乘45度的话 5乘45度 讲错了 5乘45度 好 5乘45度的这个倒角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出来呢 好 我们有方法来做 因为45度的一个倒角的话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完全对称的一个对象 完全对称的 好 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一条边切掉五个距离值 它的切的方向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也就是说从这边做一个45度的角过去 好的 我们来做一下 也就是说做一个45度 做一个45度 我们就不用倒角来做了 这个 好 直接切换了角度 负的135度 好 点错了 负的135 这么长 然后呢 5的长度值 从这边 做一个5的直线过来 粘过来 好 把它稍微的修剪一下 删掉 这边的这个长度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 把它镜像一下 镜像过来 好 用直线连接一下 连接到这边 连接到这里 好 做出来之后 把它镜像一下 因为反面的也会有相同的一个对象 好 镜像过来 该删的对象呢 把它稍微的删一删 修剪修剪 我们这个对象呢 基本上就出来了 修剪一下 剪掉 剪掉 好 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中间呢 还会 还有一个这样的对象 好 它是从这个圆心上开始 直径是45 直径是45 好 从圆心 画一个直径是45的一个圆 也就是除以2了 好 然后呢 在这边 有一个半径是10 距离值在40的位置上 好 圆心 往左边去了40个单位 半径是10个大小 10个大小 然后呢 到对象捕捉当中 把全部关掉 选择切点 好 切点呢 捕捉出来两条线 好 修剪一下 修剪一下 好的 剪掉 好 修剪好了之后 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些 一个圆 两个圆 三个圆 好 这几个圆呢 分别是在这边 36 32 20 这几个 好 还有一个10 也就是10 20 32 好 把它绘制出来 对象捕捕捉 哦 选择 weil 篮 试好了之后 再看一下 啊 10 直径是10 也就是5个大小 10 20 32 好 5个 20 也就是10个 32 12也就是16 16 还有一个是M36 36 18 好 再把这边呢 修剪一下 用打断工具 把这边的逆时针打断一点 好 为什么要打断呢 因为呢最外面一圈 它属于的是螺纹 螺纹呢我们一般都是绘制 四分之三个圆 四分之三个圆 所以我们剪掉其中一段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绘制到这边 我们俯视图当中的这个对象呢 已经被我们完全的绘制出来了 好 俯视图的这个对象完全绘制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主视图的这个对象 好 绘制图的这个对象呢 我们绘制起来呢 应该是比较的简单的 但是呢 首先我从这个向线点上 先做一条线上来 因为让它呢在这边来绘制 保持和我的俯视图 保持在同一条线上 是完全对齐的 完全对齐的 我们下一个比较的简单